好 接著由市民代表蔡逸陽針對北新路路面 中山公園的工程並爭取每輪風雨遮蔽的運動場館 進行質詢 那麼另外市民代表蔡逸中則是針對排水系統改善 以及要求管線單位的道路回田 希望公所能夠爭取改善 緊接著由市民代表蔡逸陽針對北新路路面狀況 中山公園相關工程貼近人民的使用 並爭取每輪地區風雨遮蔽的運動場館 此辦市公所能改善規劃 第一個還是我們北新路 因為我們四年 從四年前講到現在 希望公所可以持續的努力去追踪 那用心的去協調 讓我們把北新路的路面可以好好的 在下一次市長接任之後我們把它完成 讓它整理鋪面順利 那再來第二個 就是我也是在每一個會期都非常重視的 每一個公共工程的專業顧問的領域 還有加入使用者想法的部分 所以針對中山風雨球場提出了很多的設計問題 雖然現在已經做好了 但是期許未來公所在設計方面 可以真正的去貼近使用者的感受 讓感同身受的工程 讓市民可以感受到我們政府有在用心的替大家建設 第三個就是借著施工所在部落聚會所 還有風雨球場的建設的經驗 那請市長給我們建議說 在下一次的市長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去爭取在美輪的一個 有風雨遮蔽的一個運動場 甚至是游泳池 甚至是其他的油漆設施 而市民代表蔡玉中則針對花蓮市排水系統要求改善 還有管線單位的道路回田 希望能給市民更好的用路安全 主要還是我們住街區有許多的排水設施 期待改善 因應我們現在的極端氣候 臨時的這個暴雨量實在是量太大了 那希望我們接下來可以逐步的來 爭取這個排水溝的改善 然後希望公所能夠持續的來要求我們 管線單位挖掘過後的回田施工品質 好的道路品質才有好的生活環境